那我们顺着这条路往下走 哦哦哦 不对不对不对 后面那个番茄是我吗 哎 哦 这要干什么 哦 天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苏某人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非常复古风的游戏 名字叫做安迪的苹果农场 虽然说这个游戏大家看起来很可爱是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游戏是一款恐怖游戏 我们要帮助这个游戏的作者 去找这个游戏里面的bug 来修复他们 但是在这个找bug的过程中啊 我们会解开这个游戏里面隐藏的一些秘密 这个游戏真的很猎奇 不能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这款游戏 好 这还是一个测试版的游戏呢 目前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存档是吧 左边这边是新游戏 右边这边是有bugb是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bugb这个存档打不开 这个存档打不开 那看一下 只能新游戏啊 那个存档是骗我们的 那第一张叫做安迪的苹果农场 让我们去看一下 其他人在干什么 这是我吗 一颗苹果 苹果人 好这边就是其他人 Hey fellas what's up oh hi Andy we're just having a picnic care to join us of course I would Hi hello Andy Hi Felix Melody Margaret Klaus so what are you all up to today oh we're just eating right now care for an apple 怎么感觉哪里不太推近 这是奖品吗?我的房间钥匙 这个游戏有bug啊 但是我们能看得出来这种非常复古的游戏画面 这边有一个房间吗? 他进不去这个地方,这是谁啊? 他让我们先去跟Melody说话 完了,刚才这几个人我都有点记不清了 好像这个人叫Klaus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哦,这个人是玛格丽特,我们要帮他捡水果吗? 好,帮他捡水果 用空格键来抓,把所有水果抓起来就赢了 OK,第一个,这是苹果 这是西红柿还是苹果呀 再把这个樱桃,Cherry 放到右边来 好,又是一个Cherry 这个玩法也太无聊了 现在剩下两个绿色 这是梨,对吧 这个也是樱桃 然后这边再拿一个梨 好,给他放进去 哇,这个游戏太简单了 好,我得到一个贴纸 怎么游戏错误了 哦,我按了一下退出键 现在有好多 哇,怎么真的退出了 你在逗我呢 又是这段,不会重新开始吧 哦,我的贴纸还在 这个币原来是指的贴纸 我以为是什么硬币之类的 怪不得另一个存档里面有八个币 那说明他获得了八个贴纸 刚才我们在这边 看一下,我们完成了一个游戏了 狗子,就玛格丽特这边的完成了 然后我们去哪里呢 这边有一条路 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吧 这是melody 哦,他果然就叫melody 他跟这个旋律有关 哦,弹吉他吗 呃,如果我们错过一个音符的话 就会输 哦,是这个游戏啊 这是那个小猩猩啊 看猩猩 哦,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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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按错了 重新来啊 这个节奏不太对 这节奏根本就不对 哦哦,他开始抽风了 又出bug了 哇,这游戏怎么了 我按对了,他在这抽风呢 哦,这是到哪里了 这好像是李世纪 这边可以看窗户里面 这个人叫伊莎贝拉 怎么了 什么不一样 没有他们了 他们是谁啊 这不是你的错 不,我知道是我的错 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错 不,贝拉,你是如此的 这是我父亲离开的原因 这是路易斯离开的原因 他父亲跟路易斯是 死掉了吗 一切都不是我的控制 I'm sorry,那渣 I'm so sorry 看来他的父亲 跟路易斯死了 路易斯是谁啊 不会是他丈夫吧 我是从旁边在偷看他们 这边有一道门 诶,我进屋了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现在该去哪里 我走了 这什么呀 这边melody的奖章我们拿到了 看来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了一条剧情啊 现在我们又完成了 得到了两个奖章 是一共要得八个奖章吗 难道 这边 哦,我可以跟他对话了 嗨,你好,Andy 你好,Andy 你有没有玩一个玩法吗 哦,对 啊,对 哪里有个游戏的游戏 游戏? 我没想到怎么玩的 哦,好的 哪里有个游戏的游戏? 那里有个游戏的游戏? 我觉得很棒 让我们玩 这个人他长得像一张时钟 间谍游戏啊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什么 红色的 是这个苹果对吧 飘浮的东西 成长的东西 这棵树 yes,that's it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something dangerous 危险的东西 这个斧头吗 yes,that's it I spy with my little eye something 谁意思 他说什么呀 哦 要找什么 他怎么变黑了呀 快快快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回到了刚才这个房子这边 右边可以走了 这里多了一条路 这里多了一条路 这是谁啊 好 那我们顺着这条路往下走 哦哦哦哦 不对不对不对 后面那个番茄是我吗 诶 他们在哪里 亚瑟 我不知道啊 放下斧子 你在干什么呀 我对你的谎言感到恶心 和厌倦 等等 Thomas 停 快停下来 你 杀了他们 哦 这要干什么 哦 天啊 但是地上这个人 感觉好像是个杀人犯 然后 这个Thomas 把他给干掉了 然后Thomas 不是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吗 天哪 我做了什么 天哪 原来我们这个游戏的制作人 他干掉了谁谁谁 然后 然后 把它制作成了游戏嘛 所以我们的主角安迪 苹果 在这里面也杀人了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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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走不了 刚才有一个人是往左边走的 这是我的家 看一下往下面走呢 左边这里还有一条路 这一条鱼耶 啊 你不是一条鱼吗 不是这个 这个鱼丸钓鱼 刚才还让我吃苹果 我自己就是个苹果 这个钓鱼是 钓到三条鱼就可以了 这算是钓到一条 然后这样是吗 这是一只鞋 我们钓三次就可以了 好 第二次 也没钓上来 再到中间来 第三次 好 把这个鱼 怎么动不了 我动不了啊 要放下来一点 还是 怎么弄呢 可以了 这下面有个人 这个也要我钓吗 我感觉我们这个主角 安迪 他这个脸色有点发黑 好 我们钓上来一个人 是 有一对兄妹 因为他们钓到了河里面 然后男孩可能就是我们刚才 打唠斗的这个 好 我在这边又拿到一块奖牌 好 我成功了啊 现在我拿到了四个奖牌 刚才一共有四个人 一共要拿几块奖牌吗 应该是四块 我的家 可以进吗 并不行 都不能互动 这边又出发了 我的钥匙 在这里面吗 他们四个人挡在这边 我都不能往其他方向走 但这里面好黑啊 感觉 但这里面我总感觉有什么陷阱 他们四个人把我堵在这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喂 喂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么黑的地方 这是个迷宫游戏 让我们躲避眼睛 到达第四层区域 就赢了 这是第几层 我就是一双眼睛 现在黑的只能看见眼睛 第四层区域 这边可以走吗 走不了欸 这边呢 也不行 他们好坏啊 我都赢了游戏了 还是不给我钥匙 把我扔在这么一个荒芜人烟 乌其麻黑 哦 这边有梯子 哦 它来了 这是什么呀 这边可以走吗 它消失了 我是从这走吧 哎呀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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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啊 故障了 这是什么 诶 哦我在这边拿到了一个灯 Wait who are you I'm Peter the Pumpkin Nice to meet you Wait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here That doesn't matter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of tag No I'm just looking for my keys 我不玩 Sounds great let's play Just this way to the haystack maze 我是我一玩 我说了我不玩 怎么还要我玩 可恶的家伙 You're it Catch me if you can 哦我们要去抓他 Catch me if you can 好 现在就让我来抓住你这个 小南瓜 跑得还挺快的嘛 啊 那他跑得跟我一样快 我永远都抓不住他呀 这边是个死胡同 诶诶诶诶诶 不是刚才这个地方我被卡到了 就这里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走不了 算了 好抓住了 抓住了 然后呢 哦 tag game就是 我们抓了他 他要来抓我们了吗 得到所有的南瓜 为什么现在这么黑呀 刚才还挺亮的 哦这边拿一个南瓜 哦 他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嘛 他这个南瓜是万圣节限定皮肤 好像又正常了 这边 我们要去找南瓜 哇他又变了 哪有南瓜 这有一个南瓜 这个拿到 哦他快来了 快走 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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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得比我快一点我感觉 这还有一个南瓜 好他抓住我 我好歹也找到了三个南瓜是吧 然后呢 这个 我好像回到了这个凶案现场 墙上是什么 这是眼睛吗 好像是飞镖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呀 哦 这个表情好眼熟啊 这个不是霍普先生那里面的吗 怎么了 哦 我变成了这个 苹果安迪 刚才最后这一幕 我全身变红了 哦真的耶我现在回来了 但是我现在去哪儿 哦我的钥匙 终于找到回家的钥匙了 我可以回家了 然后 I got myself 什么有点看不清 救救我 怎么又是这种啊 救救我 救救我 这什么东西 黑暗之中出现了两个珠子 哦 哦 啊 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画面 刚才那几个人不会是 惨案里面牺牲的人吧 呃这个是制作游戏的人 这是Melody 这是Pumpkin Peter 就其实 但是这个游戏我怎么感觉好短 哦 它后面还有第二张 现在是第一张 这个游戏的背后是有一个杀人犯的故事的 好像是被杀的那个人 好像是那个 托马斯呢他又干掉了那个杀人犯 用斧头 怪不得这把斧头它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然后还有小孩呢他被困在了水底 但是目前这个游戏后面的剧情我们都不知道嘛 所以说也没办法推测出完整剧情 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也就到这里 这个游戏大家觉得有意思吗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可以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等这个游戏后面的内容出来了 我们再继续更新 好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拜拜